天空一声巨响,小二闪亮登场 大家好,爱你们小二又来了 十月份的假期真的太无聊了 小二每天都靠刷刷微博度日了 这不,今天小二刚打开微博就看到了我的姊妹发的生日祝福 没错,就是给李线的 死去的回忆突然攻击我 李线曾经一时期间爆火 如今为何却销声匿迹了 不是杨子发微博,小二都把她给忘了 其他艺人都对李线网而却不 只有杨子是唯一一个在微博上给她谨声的人 她们已经连续四年互相庆祝生日了 爱情也好,友情一霸 这种感情就很令人羡慕 小二就很讨厌那种剧里甜甜蜜蜜朝CP 拍完戏就像陌生人 为了下来对CP营业使劲避嫌 把工业堂三个字写在脸上 具体是谁我就不说了 相比起来我就非常喜欢杨子这种真诚大方而有炙热的性格 毫不扭捏大大方方的表达祝福 想必这也是杨子在圈内口碑人员都非常好的原因之一吧 好了,言归正传 李健是被封杀了吗 为什么整整四年不露面了 于是小二到处查资料 向熟悉的圈内人打听 终于拿到了一手资料 人生若如初见 王伟导演将其到编剧 主演李健春夏魏大军等等 就是两个字评下王炸 最早是7月16日那天 从6月初就开始沉寂的人生官微突然有了动静 当天上午 他们还连发了两条微博 一分三分钟的美术特技 六张颇有韵味的剧照 期待已久的观众们炸了 要知道这部剧从开拍至今一直风波不断 从去年8月到今年6月 一次又一次小道消息传来 人们总是期待而来 失望而归 但这一次似乎不一样 于是数万人前去点赞 评论区全是激动的心 都默认这部剧终要开播 第二天上午10点官宣定档 7月18日 湖南卫星上市 芒果TV和爱奇同步上线 李健春夏等主演随即转发 速度可说是同时 没过多久 官博原博的转发量就突破了百万 相关话题也迅速登上当于热搜 从定档到开播前两小时 这句热度一直是居高不下 就在大家都以为他会顺利开播时 没想到啊没想到 调好闹钟准时蹲守的观众们 在电视上看到的竟是山海情的画面 彻当来的真是毫无预警 有多突然呢 细心的网友发现 就在开播前半个小时 春夏还在满怀期待的回应粉丝 我确实很喜欢秋红 很喜欢这个戏 这个戏某种程度上拉了我一把 于是一时间 彻当湖南卫视山海情 人生若如初见没播 心疼离线等话题迅速发酵 占领了微博热搜 但就像前面小儿说的 这次彻当风波才刚刚开始 昨晚十点 没等官方的回应的观众们 把视线又转移到了网播平台 你猜怎么着 爱奇一口气放出了六集 于是春夏在自己微博下 激动发文 我们播了 热搜再次出现 人生若如初见身影 阅读量以艺术级 就当观众还在猜测 这一声感叹和种种蹊跷背后 有多少不能说的曲折 两小时后 历史再次重演 爱奇一下线 从获时间甚至不够 观众看完两集 只留下了十集预告片 和一个飙升榜第一名的尸体 从7月16日露出定档记 像到7月19日凌晨 从网播平台下线 短短三天时间里 人生若如初见旧前后 经历了两次定档和扯档 What 小二怀这一颗忐忑好奇的心 什么剧会这样折腾呢 于是托人找到了资源 一口气刷完六集 简单来说 如果抛开网友猜测的 历史虚无等负面因素 单纯看剧的质量 我会用精良两个字来形容 这是不年代大戏 编剧将其涛 从他笔下走出的人间正道士藏桑 亮剑都是豆瓣九分以上的 烈士题材佳作 这部人生若如初见 则是他的封闭之作 开场很有意思 时间是1901年庚子国变 动荡后便是清算 硝烟尚未散尽 抬头看局目皆是阴霾 有一批革命党人 被蜻蜓押送到了野外 怎么处置 公开处决吗 不行 眼下西攻狩猎 时局动荡 还是不要公开审判 都杀掉 不要都杀 也不要都不杀 让他们组自家运气 在这非常时期 你即便凭运气活下去 也会留下摆脱不了的恐惧 鸭从队伍里 就有主角之一的杨凯之 即便浑身是泥 但从他坚定的眼神 也能看出 这是个曾经意气风发的少年 镜头一转 衣着和楚情完全不同的 另一位主角 从马上月下 那人叫梁湘 一位落寞满清贵族的后裔 两位17岁少年 隔着人群遥望彼此 瞬间有种惺惺相惜之感 这场戏是梁湘和杨凯之一的初相识 因为他们之后 救国路上的分道扬镳 写下注脚 这不觉得重点讲的 其实是一群有志青年的革命士 在那个两宫悉寿的时代背景下 他们为此献上青春 也顾不上自个儿的儿女私情 热血的不止男儿 也有女子 女主春夏饰演的秋红 原是安庆一家笔店的二小姐 到了失婚年龄 父亲早早给他订下婚约 再次出游上海的机缘中 他在姐夫办的女校里 受男女平权自由婚姻的思想启发 演员方面 朱亚文 吴岳 李成如等 几位实力派自不必多说 几位年轻主演的演技 也都在水平线上 尤其春夏 继踏雪寻眉之后 小二又一次在大身上 看到影后光芒 于是问题来了 究竟为什么移撤再撤 有人想到了历史原型 李宪饰演的梁湘 是晚清贵族后裔 代表了封建旧势力 在电视剧中 不是父母角色 存在洗白嫌疑 魏大勋饰演 对革命事业充满了热情杨凯之 出身草根为人圆滑 慢肚子都是心眼 朱亚文饰演旧民主主义的 狂热革命者于天白 和女学生一起逃亡日本 然后心安理得的话 女学生典当首饰的钱 用现代话说就是渣男 根据导演和编剧的用意 大概是想借用历史原型的精力 安装在一个虚构的人物身上 然后通过这位虚构的角色 变化路径来展现角色 在大时代下的无奈和成长 最终表达我们所走的路线是正确的 小二考古道人生的官威 给出的解释是技术原因 又见技术原因 一个随时随地 心照不宣的悲国侠 技术原因这个词 在电影上见得多 毕竟电影是真的需要技术审查的 譬如800吧 2019年6月 因技术原因800 取消了上一节开幕仪式 一时间观众表示难以理解 这么大个片 连技术问题都解决不了 无独有偶 同年7月寄生虫 在影展也临时撤印 观众又开始嘲笑了 国外拿大奖的片 技术上也不行吗 那一年突如其来的 不明原因的撤档 或退出影展的电影 一个接一个 六一天 刀背藏身少年的你一秒钟 直到去年还有再见少年 这些电影中 有些幸运地重新上映了 有些还遥遥无期 比如人生若如初见的主演春夏 积压座熟主就有五部了 但所有声称技术原因的电影中 真的所有都是不可说的原因吗 恐怕未必 这个词实际上 已经成为了 宽泛的这一代物了 无论是不可说 还是不想说 都可以拿来用 只是正因为 惯以技术原因之名 这种模糊与暧昧 便牵连出一种 新型的自发的全民审判 以及无数的联想和阴谋论 这些又如 洪水猛兽一般 涉及到了李线 有人说 李线被圈内高层看上 想包养李线 行龙羊之好 李线不从就被雪藏 有人说 李线得罪了圈内大佬 被全方面封杀 拿人生肉肉出剑来说 有人觉得 他是因为给宝皇派 洗地而不过审 得出的结论是 这句本不该过审 就不该拍 有人觉得是 芒果和爱奇扯头皮 人们会不断地猜测 并越来越相信 更坏的理由 人生车档消息一出 这条近五万点 才能微博就渐言 李线要不脱拍点线哦 拍得快播得快 片酬多还能上心 在种种不确定 因素的压力面前 明哲保身的建议 反而吃香 比起皆有突破 可能性的角色 越来越多人觉得 演员们倒不如选择 重复自我 跟风卷进 快销影视里捞钱 试想 若真人人如此 本就苦难做已久的 内定视圈将成何样 比如你能想象 即便是引入陈嫣 早在正式上映前 也被网友判为 不该过审 这种电影就不该过审 专门讨好洋人 拍这种 筹划自己的农村片 怎么办 想而担惊 竭旅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我们需要明确的规则 对于任何事情来说 终结谣言最好的办法 就是公开透明 对于任何流程来说 不走弯路最好的手段 就是明确规则 我们不能活在一种 似是而非的氛围里 不断猜想着 其实 平里见现在的卡位 无论拍什么剧 都有人看 都有钱赚 但他有理想 有追求 他想去拍历史证剧 努力提升演技 追求突破更高的自己 赵洛斯去拍胡同 赵令去拍幸福大万家 杨子的女心理师 战长沙 诚意的底线 很多人说内鱼没救了 但小二看到的 却是这些演员 都在转型 都在努力 内鱼的褪色 绝不是因为演员 而是因为 整个娱乐圈的大环境 我总是时不时怀念 以前的电影 看了一遍又一遍 好像那时刻 更能表达 欲望和想法的年代 现在国有剧 紧盆时发展 似乎都很多姿多彩 但又似乎比以往 更加贫瘠 对影视作品 有过多的限制 就会导致 拍不出好的作品 既然最终审查不过 当初为什么 要同立立项呢 小二赞同 对所有文学和影视作品 进行审核和分级 有些作品 确实是有年龄 和受众的要求 有些确实是 家带私伙 审核标准应该清洗 不要总是 模棱两可 让大家猜 话出道来 大部分人 自然不会明知 不可为害 故意采现 这种模糊不清的 审核标准 才会让阴谋论 肆意蔓延 大家只能避嫌 李献只能被恶意揣测 影视剧更应该 呈现给观众的是 撕开虚伪之后的事实 而不是跳上 沙漠的童话剧 最后也感谢李献 不沉浸在 偶像剧的泥潭里 努力突破自我 感谢羊子在 有人落魄时 仍旧站出来 支持的真诚坦荡 祝他们爱情也好 友情也罢 感情长存 我相信有这样的演员 在内娱的未来 不会差 也希望早日 能够见到 人生融入初见上映 这里是友谊说二 欢迎订阅 一起透过细节 看起娱乐圈的本质